今天起所有员工可返回工作场所 多数受访的职员说 公司仍保留混合办公模式 据记者蔡可汗的观察 早上中央商业区恢复人气 也有早餐当的小贩表示 食物一早就受完 早上八点 来福市地铁站内人潮川流不息 受访上班族对所有员工都能回到公司上班感到兴奋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上班的 来公司 因为来办公室你可以跟同事接触 我觉得比较亲切 公司需要戴护士吗 今天开始可以不用了吧 因为我们的办公室是热桌子的 就是你有回来上班 你就是订阅一个桌子 所以不会有同事坐在你旁边 目前来讲因为公司还是觉得说 他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所以暂时可能这两周还不会全部回来上班 还是会轮正回来上班 大概每个人一个礼拜会回来两天左右这样 中央商业区的一些咖啡厅几乎满座 午餐接风时段还没到 马吉街熟食中心好些档口已排起长龙 我全部的那些现炸的东西都一下子买光了 所以我现在正在准备下一轮了 我没有想到人潮是这么多 我两年多还没来过 我今天终于出来来吃饭了 很多国家都是给我这样讲 我觉得暂时一两个月还是半年内没有大的增长 因为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让他们回复 回来工作岗位的信心 为了应付糖食需求 受访摊贩饭表示将增加食材数量